現在選舉選得很激烈 選到都亮槍了 這是在幹什麼 看一下這個 在最激烈的戰區裡面 蔡英文是不是緊張 他說差距非常小 他說的是桃園 因為他已經7度去桃園浮選了 但是就在去桃園觀音這邊 挺鄭運棚的肇事現場 竟然他們說金劍槍支 他說一名24歲的江南 在這個鄭運棚的肇事晚會上面 外場 場外揮舞的這個玩具手槍 然後後來立刻被員警給拍掉 並且控制 那新聞報導是講說 江南辯稱這個槍 是在路上撿到的 隨身戴在身上 然後根據了解 這個江南是被動員的 沒有幫派背警 那我們也特別去詢問了一下 既然是被動員 然後怎麼會一個動員的人 帶著槍去現場 就種種都是說不通的這種狀況 那我們問這個桃園市警察局 他就說因為現場是夜市人流複雜 所以無法掌握江南的目的 但是這就讓大家想到了 這個319槍擊案 當初也是因為這樣子 選前的一個槍擊 讓這個整個選情好像有點逆轉 雙方的差距甚至只有2萬多票 因為那時候他們營造出來的氣氛 是國民黨聯合中共打擊台灣人的總統 這是阿共的陰謀 然後那時候連邱毅人都有一抹神秘的微笑 因為他出來開記者會 那個神秘微笑被我們講了非常的久 然後直到去年他還講說 那一抹神秘微笑沒有說什麼得逞或幹嘛 是尷尬 可是就已經徹底的改變了過去 這一場選舉之後 以及未來這些年種種的影響 人家在想說又有槍出來 難道是又要營造那樣子的一個緊張氛圍嗎 又要營造出抗中保台嗎 那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桃園這邊又再傳出選舉的奧布 因為看到很多桃園民眾的信箱 在發一些傳單 裡面每一戶信箱都收了兩份文宣 一份寫著張善政利用大家的善良 就可以到處詐騙 當這個志工黨最高的顧問嗎 另一份就寫說請投證運捧 那就很明顯 所以張善政就講說 這個綠營真的是無極限 非常的惡劣 帶壞的選風真的是沒有底線 那發這個傳單的相關的 我們看到這個桃園市黨部主委 他就回應他就說 沒有 我們就是要提醒桃園市民 那人家就覺得很奇怪 那既然要提醒的話 為什麼不放一下說 鄭文燦跟經濟黨主席的合照呢 你也可以提醒大家 就說我們有跟經濟黨主席合照 然後你們也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們有合照 既然是要提醒 那你就說不通 你就不是提醒而已 你就是要抹黑對手 或者是針對對手打擊 就不要在那邊講得好像道貌黯然一般 那再來我們看到桃國瑜 就是跟謝龍介一起挺謝克陽 他就說有幾流的民意代表 就有幾流的政府 我們也來聽一下 好 所以桃園現在這邊 你可以看出來選舉選到什麼樣程度 那另外新竹同樣也是我們一起拿出來討論 因為他現在被批說這個豆腐渣的工程 林根人又再舉證說一些偷工減料 比方說像是這個球場的黏土比例 從40%變成30% 然後這些力圖變成青碎石 到底有沒有偷工減料 到底有沒有價差呢 那新竹市政府這一句回答也是 他說不要因為選舉無視改善工作的努力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現在就無敵了 只要面對到所有的質疑 你不要每天都唱衰 你不要太不滿 你不要為了政治毀掉防疫 不要為了政治毀掉努力 不要為了政治 通通都給別人扣上 我們的監督都叫做政治動機 不是 你沒做好事情 這才是重點 在民進黨不管那麼多 只要你監督政府 他們就用這一句來回你大絕招 再不然你就是中共同路人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看看林哲軒 大家都還記得 很多球迷也為他抱不平 因為那一場飛撲讓他左肩開刀 他說受傷之後一切都化為烏有了 那新竹棒球場就是這樣子 讓我們的這麼很多球迷支持的球員 受了這麼重的傷 但是現在都還在每天跟我們 鬼扯講鬼話 然後還不知檢討 講說什麼 不要因為選舉無視我們的改善 那你們才是因為選舉才提早 提早讓這個球場動工 怎麼不說 所以我們看看 現在有人在講說 恐怕新竹選戰背後還有更恐怖的 有滅團猛料 恐怕會血流成河 因為三位候選人手中 可能都握有足以讓對手滅團的猛料 但是現在三強就是在互相制衡當中 當然沈富雄 沈大佬也是講說 這三個人恐怕也都全是傀儡 因為背後都有大咖 只是被操控的程度不同 但是一個才45萬人的一個新竹市 竟然殺到這種地步 大家就知道這一回民進黨 到底動了多少的力氣 在這一場選舉之上 我們來問一下波及哥 首先我們致敬一下韓國瑜先生 不要懷疑民進黨想勝選的決心 也不要懷疑民進黨在最後選戰 這兩個禮拜會精銳進出 所有招數通通拿出來的決心 所以這次選舉最後兩個禮拜 絕對不是一個理性對決 絕對是各種什麼奇招 什麼怪招全部都會出來 國家機器輔選已經在現在進行式 蔡英文在一個肇事會場 現場發生有一名男子 還要幸好是玩具槍 今天剛好蔡英文的 這個輔選行程就取消 今天蔡英文的輔選行程就取消 這代表什麼 國安團隊你神經要繃緊 不要再發生任何 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這種意外事故 特別是總統的為安 副總統的為安 行政院長的為安 這一些人的這些大咖 因為他們沒有選舉 我告訴你最安全的是候選人 為什麼 候選人如果發生意外 選舉暫停 可能這個選舉 你會這個最後結果會怎麼樣 很難說 但是如果今天有這種所謂的 大咖輔選團 不管是藍不管是綠 發生什麼意外 我跟你講這個可能 整個選舉結果都會改變 過去有發生過 319槍擊案 連聖文槍擊案 都是選前幾天關鍵時刻 所以我說 大家我們這個都要注意 最後階段真的有可能 我希望不要 真的不要 我們台灣的民主 演變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真的不應該再用這種激烈的手段 但是我們必須要預防 我們必須要隨時注意 當然講到桃園 今天早上我訪問這個 羅志強強歌 羅志強強歌他說 上一波大家還記得嗎 張善政在這個農委會的這個案子 那時候是不是也有週刊有沒有 整個這個文宣紙本的配函 在整個桃園到處賞 他說那時候那一波 張善政在內部民調調5% 調5% 你看這一波馬上又來了 因為那很明顯的 這代表什麼 張善政現在是領先的 就是因為張善政還領先 民進黨所有的資源 全部都要全力攻擊 老實說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很可憐 沒有黨產 他沒有辦法做這麼多的文宣 所以我們不管這個選舉結果 最後怎麼樣 大家要記得盯著 鄭運鵬你花了多少錢選舉 還是民進黨花了多少錢選舉 你們現在是一個 到怎麼會那麼富有的一個政黨 可以文宣 那個叫什麼 吃到飽 無限倡飲 無限倡飲 結果印多少 算多少 全部無上限 那很貴的 彩色的 所以現在你知道 我們以前在報紙工作 我們說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紙薑上漲 紙價上漲 因為紙很貴 所以現在到處發 到處發 可是有沒有用 有用 所以現在大家真的 我覺得尤其是藍營的支持者 你們如果真的發現 有任何這個狀況 趕快通知 趕快去回報 否則候選人可能受害都還不知道 可能不光藍營 連民眾黨陣營 就是所有在野陣營 大家都要留意留意 緊接著我們問一下元智哥 我先講 我說民進黨如果要把一個玩具槍 把它操作成說 中共要派人什麼對蔡英文不利 我覺得真的是夠了 大可不必 現在其實台灣最關心的治安事件 蔡英文你有沒有說一句話 大家去看蔡英文的臉書 有沒有針對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 台灣版的租宰案 這個事情有發表一個字 都完全沒有 那個淡水的台灣版租宰事件 那個影片曝光 大家有多驚恐 覺得多誇張 而且這個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為什麼 因為當柬埔寨他被大力的查封的時候 那這些人可能就會回到台灣 來做繼續的事情 你為什麼蔡英文都想不到 你這個警政高層都想不到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為 然後警政高層在幹嘛 最近一堆什麼陳哲文 什麼徐國勇 他們幾年前的吃飯照片 一直被丟出來 在幹嘛 內鬥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不是內閣要改組 大家在搶位置 所以沒有人在關注基層治安的事件 剛剛廣告的時候還在跟文三博講 那個台南開槍的事情 這個多誇張 那個不要說中指偉那個事情 台南市議員的競選總部被開槍 因為我自己現在也正在選舉 你在選舉過程當中 警察其實都會特別的關注 他們常常都會問我們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活動 然後或者是總部在哪裡 我們要去巡邏 因為怕選舉有糾紛衝突 結果台南居然有人敢明目張膽的 對候選人的總部開槍 我真的很難以想像 還有這個持槍率也太高了吧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會有槍 然後有沒有看到民進黨說一句話 沒有 可是韓國瑜在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高雄有人開槍 那時候民進黨怎麼做 整個警政署衝下去 內政部衝下去 就要營造說好像 韓國瑜執政的高雄市治安很差 對 但現在為什麼就完全不處理了 所以你講說什麼 蔡英文不是最後在大家質疑新竹的說 不要為了選舉毀掉防疫的成績 我看你才是為了政治 去操縱治安 你們自己人就沒事 槍案沒關係 韓國瑜你就去 但是不管怎麼樣 大家現在關注的是台灣的治安事件 比這個玩具槍重要多了 然後蔡英文 他完全忘記自己是總統的身分 拜託你 如果是總統 你今天你下面的 你自己執政黨的新竹市長 蓋了一個那麼爛的球場 你不用去跟他 你自己都不用趕快羞愧嗎 林哲軒受傷為什麼 因為是你 你挺的那個新竹市長弄不好 林志堅過去就嗜同而交 為什麼一個球場12億 可以拿那麼多的錢 都是前瞻計畫一直給 前瞻計畫一直給 那你中央不用負責任 你好意思說不要為了選舉 毀壞掉防疫成績 然後最後我要講就是 那個沈慧紅 我覺得好好笑 他要去跟那個林根仁 剛好在下戰田 我那時候想說 你好意思下 人家不是就會指引你球場的事情嗎 林根仁就酸他 就說不然你到球場辯論 我覺得這是好方法 好方法 好方法 知求對決 因為你在辯論場上 大家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你到現場講 對不對 你說你很棒 這個怎麼沒改 那怎麼那麼爛 去實地討論 這個臣民比較有感 不錯 好方法 然後我們畫面上補上一張 這個當初319 這個經典的這個畫面 那現在難道又要復刻 這樣子一種抗中寶胎嗎 又是阿公要來欺負我們台灣 然後槍枝也是跟阿公有關 來 文三部 今天下場我就 一開場我就告訴所有的候選人 黃俊英的事件 請各位務必記住 這一個是重點 千萬不要懷疑民進黨 想贏得這場勝利的這個動機 還有台灣的治安真的很厲害 台灣的捐事區我敢打包票 是在共產國家以外 是最完整的 還記得嗎 前幾個月中部一個牛張枝的 一個開槍事件 多少的時間馬上抓到 現在竟然在台南開88槍 總統一句話都沒有 沒有人去說 那這個會找不到 我真的不相信 還有我再告訴各位 剛好引用打攤有多重要 新竹這個球場3.5億 那最後後續擴充到12億 我們不知道中間經過了什麼 台南的一條跨河的一個橋 本來是9億 因為物資通貨膨脹 發包不出去 變更設計增加了18.5億 憲龍介說 我當選我一定要問清楚 通貨膨脹只是30% 頂多你加40% 為什麼會Double 9億變成18億 結果公告就變成15億 這無形之中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權 我這樣子講聽懂了嗎 所以新竹那個球場 到底為什麼從 他不是新的 他不是新的 他從一個舊的拉皮 會花到那麼多的人民百姓納稅錢 對啊 同樣的道理引用到全國的好朋友